说起台湾的地标性景点 日月潭当之无愧 作为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这里在清朝时 既被选为台湾八大景之一 由海外别一洞天之称 日月潭盘的蒋公行馆 曾是蒋介石休憩迎宾的所在 震惊一时的921大地震 曾将它彻底毁损 原址上建起的日月行馆 如今是日月潭最高建筑物 吸引众多游客造访 行馆外 一条有石块铺旧的步道环绕周边 这里曾是蒋介石与夫人宋美玲 指手携行品茶用餐的地方 1999年921大地震时 仅有花园幸免 就是这边有五棵树五棵树 然后当初他们把命名为五福林门 那时候蒋公他跟蒋夫人 他特别喜欢这五福林门 每天早上他们起床之后 其实他们都会把餐食 他的早餐都准备在 就是我们这边有放石桌的地方 然后鸟看整个日月潭 然后就跟蒋夫人一起共用早餐 他们都有飞机 飞机会空头抱紫 让他了解现在整个的局势 住在这边大概每一年 等会他会有两次 那每次大概住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如今小静被命名为真爱步道 刻有腾熙字样的石碑与手行石椅 让人们仿佛看到此前蒋氏夫妇 互相扶持的岁月 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南投县首个BOT 建设经营转让项目 该行馆耗资24亿新台币 重建的行馆定位主要是高端旅客 房间每天价格在 2万到2万7500元新台币不等 约合人民币4350到5980元一碗 多用黄金元素 作为内饰装潢的重点 全都是用999纯金去打造出来的一个 船尾的一个意向 它是用了大概17公斤的黄金的重量 去打造出来的 它也是拿取的英国金氏世界记录 全世界最高的黄金船尾 在我们的电梯里面 墙壁啦 顶面啦 然后以及 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些金的元素 然后帮含黄金新年门黄金马桶 近年来该行馆成为日月潭的新地标 游客坐船游日月潭时 会专门靠岸 欣赏这座看似正阳帆启航的建筑 乘船至悬光码头 一下船就看到远处的凉亭外游客云集 仔细一瞧 原来是日月潭有名的阿婆茶叶蛋 今年89岁的邹金盆 在这里卖茶叶蛋已经快60年 他说 做茶叶蛋看似简单 但却需要用心以及创新 为了让茶叶蛋的口感更丰富 他利用南投当地出产的阿萨姆红茶 及普里香菇进行熬制 一煮就是六个小时 一顶茶叶换下去煮 煮熟的时候要拿起来 茶叶不要蛋拿起来 要一个一个打破再卤 家里卤了两次到这里卤一次 煮一次卤三次 大概八角了 这个五香了 这个蒜头了 不知道不得好吃 去买那个茶 茶木啊 来酱香菇 包起来春来一包 我放下去 哎那么好 以后再一直放下 敲开滚烫的蛋壳 蛋白滑嫩入味 蛋黄香松不干口 一股清新的茶香充盈着味蕾 独特的风味让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都是宁愿的地方来的 不是大陆口 泰国也有 越南也有 要的时候到大方 包起来 比较快 一到十个 有的二十个 五三十个也有 日月潭位于南头县于直乡 是台湾著名的高山湖泊 亦称天池 因其北半湖形状如圆日 南半湖形状如弯月 故而得名 碧绿的湖面映照着山形水影 形成青山庸碧水 名潭抱绿珠的景观 游客们一边享用着当地特色美食 一边欣赏落日余晖 感受日月潭的宁静与舒适